王妃在中国歌坛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她空脸的声音在娱乐圈真的无人能比 王妃无疑是整个时代的宠儿 生活得随性洒脱 敢爱敢恨让人羡慕 众所周知 王妃有过两段婚姻 一段适合多维 有个女儿斗金桐 如今斗金桐也已经出道 继承了王妃的个性和好丧音 一出道就全粉无数 另一段婚姻 王妃和李亚鹏生下了女儿李嫣 令人非常遗憾的是 李嫣刚出生就有先天性蠢恶劣 王妃和李亚鹏还专门为李嫣成立了 嫣然天然基金会 可以救助更多的婚儿 李嫣虽然一出生就有先天性的土蠢 属于不太好看的 如今的李嫣已经经历了三次的整容修复 变得也是很漂亮了 之前的丑小鸯变成了白天鹅 也是很不错了 李嫣也变得非常有自信了 看着李嫣现在一天天长大的状态 确实更像是一个大姑娘了 也比较淑女了 好多网友都说 在李嫣的身上看到了王妃的影子